供奉天地牌位是中国人独有的风俗 天地牌位的对联一般是天高富万物 地厚在群生或者是天地三界主十方万灵神 明显说明对天地的崇拜是对大自然的崇拜 天地的地位高于一切 包括各种神灵都置于天地之内而不会超越天地 在中国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结婚 必须在天地牌位前举行 一拜天地二拜爹娘 夫妻互拜才能进入洞房 囚师也应该叩拜天地尊卿师的牌位 中国人最可怕的是就要跪在天地前说出 对天地的崇拜可以说是所有的崇拜中唯一的对理性的崇拜 也是对自然的崇拜 天是万物之父得为万物之母 不是任何神灵代替得了的 中国人的这种崇拜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清醒理智 而又酷爱自然的民族 这是中国人的一线灵根 除夕请祖宗之法多围到通渠大道烧纸呼唤祖宗回家过年 手捧点燃的香糖屋中挂起祖宗牌位 将香插入香炉祖宗即已回家 中国人历来以坐北朝南为最尊贵的位置 故祖宗牌位必须是坐北朝南 整个除夕之夜离节不眠称为守岁 一娇子时要在院中燃起篝火 燃放爆竹称为发纸 然后一家人团作吃饺子 此时小辈要给长辈叩头 以感激老人的养育之恩并助老人长寿 老人照例给未成年的孩子一些钱称为压岁钱 这一顿团圆饺子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重要 因为它不但标志眼前一家人的团圆 也预示着未来一年的团圆 中国人只要条件允许 哪怕千里迢迢也要回家吃这顿饺子 至于为什么必须吃饺子 据说取其娇子之意 一娇子时就万物皆春了 吃完饺子之后 孩子们就要提着灯笼去挨家拜年 拜年的次序以血统亲疏为据 静知的本家一般都要在除一除二拜到